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更加的紧绷 现在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而现在众议院更是无意义的通过支持台湾重返侍卫 但是能不能够具体的发生成效 这也成为大家观察的重点 接着我们再看到 其实手机好像销量萎缩 这个是大家比较想象不到的原因 这个我们就要请大家自己再去看一下 等一下也会为大家来跟踪 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个 其实华为现在是很多国家的黑名单 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些中国企业 其实也是政府禁用的黑名单 而我们的行政院 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中企黑名单 三月份会出炉 到时候肯定也会掀起一阵风暴 不过呢我们为大家更精选到的 除了最怕头条之外 我们认为你一定要知道的消息 就是这一个现在啊 吵得沸沸扬扬抬水的动作 竟然被拍到他不但是翘班 而且竟然还找了一个结婚 已婚女子两个人进去了摩铁 虽然双方都说真的谈公务 但是观感真的太不佳了 我们带你来看整体事件 整个影像还有最新的后续 因为一般民众一旦停水 第一个箭头就是指向台税公司来 他是台税董事长郭俊明 也是前立委 过去奏事活动站在他身边的这一位 就是担任中医师的妻子 门诊时间请假 帮着劳工四处站台拉票 低调的最佳显内住 但这回先生却被读者向周刊爆料 疑似上班时间勾搭电台 已婚女高层 两人一起上汽车旅馆 一头长发飘逸 气质形象深植人心 脸书上晒出跟老公的庆身照 看起来感情很甜蜜 两人都在同一间电台工作 不过他今天请假 没进办公室 强调两人只有公务交流 只是郭俊明被周刊跟拍 在上班时间1月3号一起去汽车旅馆 待了两个小时 4号去验车 14号砍花博 19号又上汽车旅馆 待了57分钟 这些都是上班时间出公差吗 他怕被人家这个影射 所以这个部分他会觉得那样的是比较隐密 他的公务是说他跟这一些他们的一些计划或者一些文宣 他请教我的意见 是这样子 郭俊明电话没接通讯软体没读也没回 透过台水窗口转发声明 媒体报导本人争议行为 为避免造成执政团队困扰 损机自来水公司形象 即日起请辞台水动作一职 还留下亲笔签名 郭俊明卷入桃色风波 外加疑似公务时间办私事 最后自行请辞下台 三连选邱瑞昂 赵英光 周树君 SNG小组台中报导